之間7月8號正式提出旨程之後 將由最熟悉市政 也是過去我們新竹市政鐵三角 至於我們的陳章賢議事長來擔任代理市長的職務 那麼要請所有的市民朋友放心 市政絕對不會空轉 我有信心代理期間能夠讓市政無縫接軌 省部市長和我都是負責的人 過去七年多的時間 我們市府團隊齊心努力 不僅完成了2014年2018年所提出的各項政見 其實都一一實現 那更重要的是這幾年 我們還跟中央爭取到了新竹輕軌 新竹大車站 還有五陽高架向南延伸 未來還有台大南亞院區等等的各項重要的建設 那麼需要有經驗 專業的人繼續來完成 那麼選舉一定要專心 那我們兩個人都認為必須要辭職 專心投入選舉的工作 選舉和市政工作是沒辦法經過的 那因此 那因此 捨慧紅在七月三號 辭掉副市長的職務 那麼這間也 正式 和 這個行政院 來說明 我們 會在 這間 七月八號 正式提出寫程之後 將有 最熟悉 市政 也是過去 我們新竹市政 鐵三角 自立我們的前章賢藝術長來擔任代理市長的職務 那麼 要請所有的市民朋友 放心 市政絕對不會公轉 今天早上獲得 林市長的告知 謝謝林市長跟我們重量的安排 我會全力以赴 那 代理期間 我會把林市長重大工程 包括棒球場 用紅之丘 兒童醫院 兒童探索館 還有幾個 校舍信件工程 允許順利完成 並啟用 我有信心 代理期間能夠 讓市政無縫接軌